车五大师念佛且陀教义百计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第七诗三诗 一句弥陀满疲离度 不然先成直踏玄路 这个文字上表达是说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圆满精进波罗蜜 不沾染微小的六成 直接踏上通往西方极乐的 玄妙之路 那这里就前面谈到 一句阿弥陀佛 从修行方法来看 一法具足一切法 在这一切法当中 就选择了菩萨的六度 那前面已经谈到 一句阿弥陀佛能圆满布施波罗蜜 能够打开 凡夫千滩的这种习气 让他对珍宝都能够 无吝啬地布施出来 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满足持戒波罗蜜 施心在符号当中 就都舍六根 就具有三聚敬戒 是律戒止恶 是善法戒行善 劳医友情戒 以及定供戒 道供戒 都在这句弥陀名号当中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圆满忍入波罗蜜 是由于这句弥陀名号 能够破除我执和法治 无我相 无人相 切证无神法人 就没有称恨的我 和属称恨的人了 第四度就是 精进波罗蜜 那为什么把精进 放在第四这个位置呢 那前面三种 就是不失慈戒人路 是世间法也常常有的 它是属于福德的范围 不比非得要精进波罗蜜 但后面的两度是禅定和波罗蜜 进一步的 那是属于会门 属于智慧的范畴 要切证主法实相 要行圣身波罗蜜 那它的前提必然要修行禅定 这禅定是进入真实智慧之门 就好像一盏灯 你在风中摇晃 它照不清东西 在密石里面的灯 才能够照亮景物 所以这个密石就代表这个禅定 所以这是指向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 所以它必须要勤修精进 如果不心精进 则不能得禅定 所以这个精进之法 是一些足善法的根本 一些世间和处世间的一些善法 如果离开精进 懈怠放逸 它都不能成就 世间的事业 你懈怠放逸都不能成就 如果要指向求证 无上证等证诀 那就更是免谈了 所以在菩萨六度当中 精进放在第四位 就是告诉我们后面修促世间法 非诚要大强勇猛精进 通过这个精进法 能够开启修行人多生多节的 这种福德的善根 那这里 在修尽头法门当中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不间断地去念 就具有精进的含义在里面了 那念这句弥陀名号 都是六根经验相继 一项专业 其目的是指向往生净土 成就大乘的佛果的 所以这种精进不莫密 直接指向生命的最高的目标 而这句弥陀名号 也是指向臣服的目标 所以从你能念的心的指向 和这句名号本质上的特点来说 它都是远离世间法的五一六成 所以你自成肯去念 就不会沾染世间的五一六成了 那不沾染呢 就直接踏上了往生净土的玄妙之路 这个玄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它不是世间法的范围 所以善导大师把这个玄路 就比框为一条白道 在我们的贪欲卢水 这个水河和称恨卢火的 火河中间的一条白道 这条白道能够令我们 从生死的此岸 抵达解脱的彼岸 所以这个玄也有谐音 就是它很直 它不弯曲 又叫静中之又静 就像凡奇大师 在他西在净土诗里面 有两句 遥指家乡 落日边 一条归路直如旋 就是 释迦牟尼佛讲净土经典 遥指 就是指向 娑婆世界的西方 十万亿佛刹 之遥远的地方 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家乡 落日边就是指西方 虽然距离十万亿佛刹是遥远 但这条回归的道路 却是直如玄 直线 所有的道路 直线是最短的 是洁净 不会弯曲 那自古以来 有多少的念佛行人 踏上了这个直如玄的 念佛的道路 成就往生了 宋代有一位女居士 叫崔璞 姓崔 他一般古人对女人的名字 不会记录得那么清楚 就以婆婆吹捕 她是在一个官员家里住奶娘的 应该说身份地位还不是很高的 为人非常的质朴 但是很有善根 很早就吃树 念佛 她的祖母姓赵 赵氏 就是她侍奉的祖母 就是官太太 但是官太太 她留心禅血 喜欢修禅 这个崔婆呢 就每天在她祖母旁边 就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 未尝有间断 这样到了七十二岁的时候 就有点疾病 就是 实现一点疾病 但是她念佛就力量更为加强 念着念着她忽然 唱出了一个祭颂 这个祭颂就说 西方一路 好修行 上无条灵 上无条灵 下无坑 去时不用着邪忘 未有莲花步步生 那旁边人都很奇怪 一个奶娘 仆人 还竟能说出这么一个记者 就问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走呢 她就说 升时去 就大概下午 升时是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候一定会往生 果然就在这个时辰 往生了 涂皮火化的时候 舌头还没有烧化 就像一朵 莲花 所以这位崔婆 这位老居士 用她一生的念佛 证明了 这句符号 就是不沾染世间的五一六层 直接踏上了一条 往生净土的道路 所以她就说 西方一路好修行 就是前往西方的这条路上 实际上很好修行 上屋调顶下屋坑 非常平坦 没有什么高山峻林 也没有什么坑坑洼洼 那往生的时候呢 还不用穿鞋袜 那就更自在 吃着光着脚就走 那光着脚就走 为什么能够不穿鞋袜 是由于步步都有莲花 称竹啊 脱竹啊 好 请看 第七十四季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圆满这个禅坑洼密 能够显现 行住坐卧的种种微移 在这种禅定状态当中 也不是枯木的 而是生机勃勃的 好 那说起这个禅 大家都很好耀了 那修行佛法 就是修心法 那修心法 我们当下这一念心 是非常的散乱 所以修禅就是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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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足乱心 把散乱的心给他 失足 自心一触 无事不办 那这个对于众生来说 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六根 他本能的就会 奔移到六层里面去 不修行都是散乱的 他散乱状态当中 他觉得很舒服 你眼睛不浪 他看美好的颜色 他没味道 耳朵不听美妙的声音 他觉得无聊至极 那修行呢 就得要把这个 散乱的心 射手过来 都射六根 所以修禅 首先要 前提 有一个 起五欲 除五干 那我们心散乱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对色身香味处 这个五欲 有好药 有炼灼 所以心心都往这个五欲里面去 奔跑 所以修禅的人 首先要把这些五欲 要看到他的本质 他的无常 他的 这个堕落的 诱惑 要在心里当中 彻底地放下 五欲的 这样的追求 然后要除去五盖 五盖就是贪欲 盖就是盖住我们的自信 就好像乌云盖住了 日光不能透显一样 这个贪欲之盖 贪就是贪 财生民是税 要除掉 称恨 称惠盖 当得不到这些欲望的满足 就生起称恨之心 睡眠盖 不能贪税 掉善盖 就是我们心 要么掉局 要么就是散乱 这个掉善里面 包括悔 这个悔呢 做什么事情 就后悔 不断地后悔 这些都要把它放下 在最后就五盖当中怀疑 对什么都充满怀疑 一怀疑 他做什么事情 就忧郁不决 不能有力量去 推动一项事情 好 那这个七五益除五盖 就包含着慈戒的要素了 所以佛门当中讲 戒定会为三无漏学 三无漏学不是有漏的 不是世间法里面的 首先要持戒 舍心为戒 你要把这个舍心 就是谈禅的问题 那这个你要舍心的前提 一定要持戒 由于你持戒了 你才能够把这个心 猿一马的心 施住 那有这个戒 就有这个禅定 那这个禅呢 又有欲戒的味道禅 又有色戒的四禅 又有无色戒的四空定 这是世间的四禅八定 那生闻的禅呢 就到了九次地定了 那进而有独觉的 有菩萨的 这些禅的境界 那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禅为佛心呢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实相 就是佛心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 这个名号属展开的禅 是无上生妙禅 是佛的果地上的禅 没有比这个名号属 透显的禅更为高的了 所以甚深微妙 所以超越了三寸的 不仅世间的禅 三寸的禅都能够超越 所以大吉经讲 要求无上正等正觉 就得要修念佛禅三昧 你念佛里面就有禅 因为这句佛号就是佛心 所以大吉经讲 若人称宴阿弥陀 好曰无上深妙禅 自心想象见佛时 即是不生不灭法 那这个不生不灭法 就是切入到无量寿的 那种极定了 所以这个在禅的体验当中 禅度法门就从这句名号 单刀直入 唯佛是念 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开始有能念和属念 念到功夫 先从功夫成片 到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不乱 就是能念属念打成一片 能属上妄 这叫念及勤妄 念到了极处 这种能属对待的勤直 就消灭了 即念无念 即当下念阿弥陀佛的当下 就切入到无念 切入无念 那禅的真理妙意 就全体彰显 所以讲明信贱信 贱信成佛 达摩子子之禅 他就跟知识名号一心不乱 就是义渠同工了 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能圆满圣身的禅 这里面跟这个名号的 无量寿 无量光 有直接的观点 无量寿的极定 就是禅的状态 当你处在这种极定状态当中 在行住坐卧室 就显现这种实相的 庄严的相状 就是融龙大度 身心柔软了 不刚报 离族那种粗糙的行为 所以他的威仪 一看就是很端庄 那这个在极定状态当中 它又不是枯树的状态 禅中游叫枯木禅 枯木禅它修 就是修断念头 无心 无心呢 其目的要执着开悟 那这些禅盒子 非常精进勇猛 常坐不握 坐在那里就像木桩子一样 所以就会把这一类人 称为枯木禅 为什么枯呢 它只是无念 无想 它不能繁信大用 但念南无阿弥陀佛 它不是枯的状态 它是生龙活虎的 它在无量寿的极定当下 具有着无量光的照用 其心极定 智慧明差 就是在极定当中 它有智慧 这种智慧 它能够对一些 缘起法 众生的种种根基 法界的种种现象 能够了了明白 如大缘禁制造的那么明白 了至一些主法的差别之下 然而其心又如如不动 虽能如如不动 又能了之一切 所以它就不是那种枯树的状态 那这样我们看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净土中的历代的祖师 常常有些是从中门下过来的 修禅过来的 已然是开悟了的 但为什么以后把禅放下 一心来专门念佛呢 就在于他们深知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完整着 具足着 这种禅的全体的奥造 不在名号之外去谈禅 禅和净土 它不是打成两绝的 它是同一个东西 就像中风国师说 禅者是净土制禅 净土者是禅之净土 这个心土是不二的 所以了解这些 专门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能圆满禅波罗蜜 这就是你已经在禅的境界当中了 不需要再去问如何去修禅了 此生已在寒元殿 无需密人问长安 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